在李航长的家里看见高亮的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那天晚上七点钟 高亮来参加李航长家的party 高亮三十多岁长得高高的 一看就知道身体非常好 方小英给他打开门以后 看见他一走进去 就有好几个小姐马上看着他 他们好像都很喜欢他 真棒来了 方小英觉得这些小姐长得都很漂亮 穿的衣服也都非常好看 一定也非常贵 他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都会说英文 就像电影电视里那些上过大学 又有很多钱的小姐一样 可是方小英啊 穿的衣服不新也不漂亮 她只是一个保姆 是什么 她很不好 她就是一个女生 保姆是什么 是像 只能买便宜的衣服 所以她觉得那些小姐都比她好 可是方小英看见 高亮客气的和那些小姐们说了 你好以后 好像再也不打算和他们说什么 一个人坐在那里 远远的看着房子里的一些东西 方小英觉得这个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客人 她为什么好像不喜欢一些漂亮的小姐呢 方小英拿着水和一些吃的东西来到高亮那里 先生你喜欢什么请别客气 在高亮看着他的时候 他对高亮说 高亮看着方小英 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也没有接他送来的东西 方小英觉得 他自己看 他看自己的时间太长了 开始有点不好意思 就很快的又说了一句 先生 请喝点什么 把杯客气 高亮 像刚刚听这一样 马上接过方小英送来的水 说谢谢不客气 这时候 房子里开始想起了 开始想起很好的音乐 李航长走出来对大家说 小姐们先生们你们听 多好的音乐 别老坐着了 起来起来都来跳个舞吧 李航长说完 刚要走 一个先生走过来请李航长跳舞 李航长就和那个先生跳了起来 李航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她对在银行里工作的人都很好 对方小英也很好 小英刚上网上大学的时候 什么是网上大学 就是一个大学 就是像一个大学 什么大学 网上大学 是像web 对 internet school university 我说是web 对也对了 小英刚上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电脑 李航长就借给他一个电脑 李航长的先生是中国人 但是在美国工作 孩子也在外国学习 他们一年只坐飞机回来一次 所以北京的家里只有李航长一个人 李航长很忙 房子很大 家里没有人帮李航长买菜做饭 所以呢 就叫方小英来给他做保姆 李航长家非常大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方小英在他家里住 他给方小英建了大楼最下边的地方 晚上方小英就一个人去那里睡觉 音乐真的好 真的很好 很多先生都起来请小姐跳舞了 可是高亮没有 他拿着水 好像不打算请人跳舞 几个漂亮的小姐在他不远的地方走来走去 方小英知道 他们是想让高亮看见他们 请他们请他们跳舞 可是高亮拿着水 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 大家都在跳舞 方小英